先去买点馒头 买点菜 我现在要换的那个地方 离这儿有个三公里吧 我先去看一下 看一下如果充电方便的话 就在那个地方待上个两天 反正房车嘛 开到哪儿哪儿就是家 就是要找一个风景又好 然后生活还比较便利的地方 三个包子 这个叫发糕 这是什么面的发糕 不是面的 不是面做的 米姜之类的 米姜啊 好 从这台阶走上去 就是这个叫新村镇的菜市场了 买点菜 三块钱已经 这回去还得洗吧 新鲜的很 不要洗的 这个干净的很 我看这上面不是有灰吗 这不是灰吗 不是灰的 不是灰呀 有泡沫起来 那个泡沫黏在那里 回去跟肉炒到一块 好的 那就要不了那么多 要半斤吧 吃一顿就可以 这有点多吧 炒肉很好吃的 我还怕吃不完呢 这一点吃不完 这个越煮越好吃的 这个是炒还是煮吗 都可以 好吧 三块六 三块六 菜市场 菜市场 东西还蛮多的 怎么卖的 五块 我不卖贵的 五块 你给我少弄一点点 少弄一点点 弄好两块钱的 弄两块钱 少要一点 因为我没吃过 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做 这是雪菜吗 是雪菜还是雪菜 好 咸不咸呀 不咸 少要一点 好了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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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一顿吃就可以了 因为我一个人 我也吃不了多少 拿点三块钱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先吃 等会儿 昨天的卤肉就是前两天在他们家买的 今天又买了一根香肠 小哥正在帮我切 正宗越南粉 来份尝尝 要一份粉 小的 在这里吃 你分不分粗细 有没有粗细之分 肉丝越南粉 尝尝 尝尝 草盖蛮好喝的 这叫什么呀 这叫光饼要来几个 光饼呀 我看这里面好像是还有菜 菜有肉有葱还有腌菜 这一个多钱 三块那几个 那就要三个吧 三个 我老听说光饼 我没吃过 是特产是吧 要三个 这很好吃 明天后天都可以用微波炉转一下 好 冷的话都很好吃 这现在是热的是吧 对 仔细看看 这个就叫光饼 太脆 好 满载而归 买了竹笋 发糕 包子 还在一个老太太那买了一些 他说是雪菜 让我回去炒肉 我得回去看看我还有没有肉 我好像有一些肥牛卷 然后还有这个光饼 据说是武夷山这儿的特产 我买了三个 回去尝尝 反正今天要去的那个地方离这儿也不远 吃完了 如果好吃的话 再来买 没有馒头 那就吃光饼 小豆芽又来了 小豆芽握着舒服吗 舒服吗 小爪子 小爪子还往回勾着 下去啊 下去我开车了 快 下去宝宝 快下去 我吃了个饭回来 嗯 快下去啊 我开车了 到了 武夷山国家公园 燕子科生态茶园示范基地 这是在一个路边 不过好在 这儿有一个卫生间 而且卫生间这儿可以充电 我刚才已经看了 已经视察过了 这儿可以充电 还有水 这卫生间好干净啊 这儿可以充电 这儿还有水 这卫生间不错 这还有纸呢 唯一不足的就是 这是这是在一个路边 这停车场是免费的 水电也都是免费的 就是它在路边 如果晚上没车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安静的 燕子科盐茶村 白天也没什么车 晚上估计车也不会太多 所以也不会很吵 好漂亮呀 生态茶园 看 这就是茶 茶树 我估计是就是这个小小芽是不是就是茶呀 我也不懂 风景真好 这声音怎么这么怪 你嗓子咋了 拉开 拉开嗓子咋了 嗓子怎么回事 因为 那边那边有几个小孩 所以 所以我拿绳子 把它给拴起来了 走 走 走 拉开 快 先去熟悉一下地形 前面有一片油菜花 油菜花田 我们来看一下 武夷山茶土壤生态密码 这是土壤样本 这个地方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有好多游客 有好多游客 太好看了 太过了 太只吃了 不曉了 太复菜水了 感夏天 太过了